本文由银星粉丝团作者柴飞原创,为今允许不得转说到了游秦兰, 《灭月》,《蛇诗麦书远》的延续攻略算是今年很火的一部公斗剧了, 这部公斗剧豆瓣平分7.2分,而现在同样也是很火的如意传也是大结局了, 这部作品豆瓣平分7.4分,这两部作品的差距不太大, 不过还是如意传胜出了,这如意传和延续攻略最大的不同, 就是女主角人设的不同,这两部都是不走寻常之路, 首先是魏英洛,她一路走来就如开了外挂,虽然她的确是很聪明, 不过逆袭的不太合理,而这如意太过于佛系, 尹王妖表示在如意这里,恩宠也好,权势也好,后卫也好, 她都没放在眼里,为人情分尽到底,若能回到当初, 脱去地后的枷锁,做一回平凡夫妻, 这最后的结局虽然比较凄凉, 不过也算是很现实的一个结局, 这皇上太敏感,多一,刚毕自幼, 一路走来,他的确的如意是真爱, 可他也是皇上万人之上,也会迷失, 而如意他的性格太倔强,也太善良,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, 他就不要当这个皇后,也不要去选附近, 他在宫外找一个如陵云彻,这样,重情重义的平凡员, 过着清淡的生活更加适合他,而魏英洛不同, 皇后去世之后,他陪伴在皇后身边, 迅速升级位寻妃之首,宠冠六宫, 这两个版本结局都不太一样,只能说个话入个眼, 两个版本,都是不错,只是看大家的选择了, 不过宫斗旭评分最高的还是甄嬛转, 他在斗霸评分9点云分,这才是宫斗旭之中的经典, 这论宫斗还是甄嬛更加胜一筹, 他可是人生最大赢家,而如意大家觉得皇上对他也算痴情, 他去世之后,这皇上再也没有与皇后, 这令妃还是去世之后, 十五二哥永远被田龙下指封, 为太子追封其母另一皇贵妃为孝依皇后, 所以这如意,也并不是很悲哀,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,那一部公斗剧了, 本文内容均为明星本次团原创, 专杂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。